雖然遊客一點 但無論如何都要來 我身後的就是色尼歌劇院 很多人都知道 在我右邊沿海有很有名的Harbor Bridge 這個位置雖然比較遊客 但每次來我都覺得這麼漂亮 這個位置其實是我比較喜歡的位置 同一個地方可以看到右邊有Harbor Bridge 左邊又有色尼歌劇院 今天的太陽還要這麼好 沒理由不在這裡逛逛了吧 去旅行不愛乎玩和吃 我自己最喜歡吃三碗的海鮮 所以今次來到色尼就要帶大家來到Sand-in Fish Market 找三碗的海鮮 包括山蠔 龍蝦 鮑魚 士生等等 我見到今天天氣非常好 而且每個人都一大盤二盤拿海鮮帶回家吃 現在我都不撿輸了 要吃兩打蠔才夠 拜拜 這個Fish Market其實早上就是做批發 但到了中午之後就會開放給公眾買海鮮吃 這裡有幾間不同的海鮮店 這一間就是賣生蠔 蝦 龍蝦 海膽 全部都很新鮮 看看買哪一款好 Excuse me 這個魚市場的海鮮真的又便宜又新鮮 剛才我們就買了兩打生蠔 半隻龍蝦和這麼新鮮的海膽 這裡的蠔每天有不同的品種 我們今天就買了兩款 一種就是Pacific 另一種就是Sidney Rock 兩款都是很新鮮的 因為這邊澳洲的海水質素非常好 而這裡吃的海鮮都肯定是又乾淨又新鮮 而且味道絕對是很鮮甜的 這個好味很多 很棒 而且可以在這些戶外地方 曬著太陽看著遊艇 一邊吃的這麼新鮮的海鮮 這種生活真的很享受很放鬆 澳洲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 所以至今保留了很多英式建築 在我身後的這棟QVB 維多利亞女王大廈已經有過八年的歷史 以前就是辦公室圖書館 到現在已經改建成為 全式尼最大規模的購物商場 大家除了可以進去購物之外 裡面的內部裝修以及歷史文化 都很值得大家去了解一下 這裡真的充滿皇室的氣派 包括地下的旋轉樓梯 這些這麼漂亮的圖騰地磚 玻璃窗戶和玻璃的圓頂 通通都已經是過百年的歷史物物 在這個這麼漂亮的地方 除了購物之外 最好就是找個位置 叫杯咖啡慢慢欣賞一下 請客人們 吃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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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架水龙两用的Armin Dark 除了会带大家游陆路走入热带雨林之外 还会下水看一些在水上生活的动物 让大家对热带雨林有更深入的认识 进来森林 保育专员会逐一介绍两边的树木 好像板根树和寄生植物 都是热带雨林常见的树木 大宝椒被誉为是世界七大自然奇境 还是潜水爱好者的天堂 想起一会儿可以潜落水看大宝椒 心情都很兴奋了 现在准备下水底玩这个水底绵羊仔 Let's go 来到水底 直到去了另一个世界 看一下这条酥微多大条 还有得意可爱的小丑鱼 温士兰大宝椒是世界七大自然奇境之一 在这个世界最大的山湖地带 人肉出山法在山湖 一千种鱼类那么多 欣赏完这么漂亮的海底世界 现在就坐直升机 在高空全方位欣赏大宝椒的海景 这里的海水真是又青又蓝 在这边你也可以购买一些资料的草 可以喂它们 如果你想和这些羊有更亲密的接触的话 没有时间了 我们赶着去看表演 这个园间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看的 还有马 马的马术表演 有羊 有牧羊犬赶羊 你看看多厉害 三两下手势 一只牧羊犬就把羊赶入门了 哇哇哇 赶时间了 下个表演就来开始了 就是最受欢迎的展羊毛表演了 看到现场座无虚直就知道了 主持人又搞笑 手起刀落两下就把羊毛剃光了 看看大家的反应就知道 个个都看得很开心了 都未够后的 不要紧要 旁边还有 souvenir shop 让你入手你的心头号 这个旅程算完美了吧 英雄人物在这几年热到这样 没理由不去movie world 玩一下探望它们吧 耶 现在已经有最新的update 整个乐园区 又多了很多英雄在这里 DC迷不可以错过 我现在要去买手信了 如果想买手信的话 就不妨留意下这个bunny套的耳朵 为什么呢 因为你买完之后 它会将部分的线款捐到慈善机构 这个就是最害怕的了 超人主题的过山车 车尾的超人推你下山 哇 听到那些人叫到这样 我真的在楼下看都感受到那份震撼力 我真的会感受到这种啦 它就会行动了 从后面好 我认为那种线捏的 是什么 我认为你带上一点 你带上来的 我认为你带上去买手信了 這裡當然不少有兒童樂園 裡面有亞保隨而計的跳樓機 還有很多不同的騎士 園區裡面還有不同的小劇場 想看的話就留意時間表 這麼大的園區 當然就不只得一個過山車 讓我試試這個 嘩 我心都來一來